《Whisy baptismal reality &静下 low》 淹七消息 引致相奇很多對未來的憧憬 甚至認為人類的未來 會愈來愈快樂愈來愈以幸福 你又沒有那麽容易病 生命又延長很多 甚至你有120歲的生命 甚至你的身體到110歲 都很健康 再想到你10年稍微要休息一下才去世 於是我們憧憬了未來 往往有兩個極端 一個極端就是人可能不知道怎樣面對未來的變化 科技的變化 會變成怎樣呢?很擔心這件事 但是這部份我們遲些才去思考人類的危機 反而對一般人覺得不滿意現實的時候 覺得我們人生很痛苦 甚至我跟很多朋友 其實他們很有能力等等 他們經常都覺得不開心 他們想思考這個方式 如果他不開心 如果人生只是為他追求開心 港義開心的時候 他應該是加入這個experience machine的 或者最少是part time 是吧? 晚上隔夜一個小時充電 這樣 這樣是不是一個更加理想的人生呢? 我覺得其實我們事實上 每個人已經將部分的人生 擺了進去experience machine的 即是不同程度上 一些比較明顯的就是 譬如有些人下班 我要拿手機去打遊戲機 我進入了手機的世界 那我不是我了 我是裡面的那個英雄 我是裡面的某一個角色 其實都是類似的 然後你甚至乎可以再抽象一些的思考的時候 譬如我放了工作 我放下我的工作 我人生很累 我去做另一件很不同的事情 譬如我去追尋某一種興趣 或者我投入某一個角色 其實你可以想像 都是一種experience 不過它不是真的整個machine 我覺得思想實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思想實驗很科幻 很抽象 但是其實在現實生活中 我們已經某程度上是在做這件事 我們過了A這個人生 A的人生很累的 我們就嘗試投入B這件事 少許也好 去體會一下當中的一些快樂感 所以其實我覺得會有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可以思考就是 有些朋友他很不開心 他投入這個思想的machine 就是experience machine 我們剛才說的其中一點就是 你要真實改變世界 要真自由 真改變這個世界 有時候就可以再推一步去思考 OK 現在這個思想的machine 就是experience machine 再簡單一點 它其實就是一個燈神來的 我給你三個願望 你說你想真正去改變這個世界 你想假設你怎麼改變 你說我希望世界和平 燈神就幫你一變 現在就真的世界和平了 你說我想成為Michael Jordan 那一變 你就真的變了Michael Jordan 那又快樂不快呢 你這次真的了 真的成為了那個人 真的改變了這個世界了 但是我們又好像覺得 都好像差點東西一樣 那到底是差點什麼呢 似乎這個位置 有些人就會去反思 就說有些經歷才可以的 就是我們不希望直接得到結果 我們希望我們是透過自己的一步一步的選擇 最後達到這個結果 甚至乎就算達不到也沒所謂 而當中經歷過的種種起跌 甜酸苦辣 快樂與哀愁 這些可能另類地構成了我們的一個合作 是的 這個說法有趣 或者我記得跟布欣之前討論過那套電影叫《HER》 是的 就是這套電影能夠表現到一個想法就是 可能現代人因為個體性 很多因素裡面 分得很高 於是來說 男主角就因為離婚 這樣就很寂寞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現代人有時候 好像很充實 沒有停地拆掉那些電話或者iPhone那些 甚至我記得有個資料是 一個普通的人不是特別外販手機的人 都會拆掉2000次的 你看看WhatsApp的路拆掉 也有的 於是HER的那套電影 其實是一種對未來的其中一種反省 就是他發覺自己失戀 又找不到真實的人拍拖 因為真實的人拍拖是很多麻煩的 又要出去吃飯 又要付錢 對方會發脾氣 和你吵架 無論你結不結婚也好 原來感情不是那麼純粹正價值 有很多時候是有很多麻煩的問題 好了 到現代人呢 我們開始知道戀愛不是一切 但是一方面心靈可以很需要這種打法寂寞的 所以他開了一套電影 就是他用一個AI的程式 你玩了一個聲音 這樣下去就會構成了這種過程 那後面是怎樣發展的呢 這個挺有趣的 其實他一開始其實挺滿足的 因為那個AI來的 其實很滿足他的需求 你想什麼時候跟他聊天 跟他訴苦 他都完全適合你的要求 但是是否一定是一件好事呢 其實那套電影是很努力的 因為去到某個位置 他就發現那個AI 就不只是跟他一個人說的 他另外就有四百多個男朋友 同時跟幾萬人聊天 那男主角就崩潰了 因為他崩潰不是在於說 你出軌 你背叛我 你想像一下你的伴侶 如果認識了另一個男朋友 那你就會覺得是出軌 如果他另外認識了四百多個男朋友 你就不覺得是出軌 而是說其實你的愛情 和我的愛情 可能根本不是同一回事 如果一個正常人 是不可能去愛 Romantically 愛四百多人的 那他就發現了似乎 大家對於一些很 Fundamental 的觀念 比如關於愛 關於價值 這些東西是不同的 於是他們最終就沒有辦法在一起 我覺得剛才陶先生另外也提出的觀念 也很有趣就是 其實AI的特性 或者這些經驗的特性 就是他完美的 但是人會不會是一種主動追求 不完美的動物 我正在想在人的本性上 其實很離奇的 大部分動物當然要完美 達到快樂 諸如此類 但是他會刻意去追求一些不太完美的東西 他不是說現在不完美 將來就可以了 未必一定是有這個工具價值的關係 而是甚至乎他會故意去選擇一些難關去挑戰 例如我之前去旅行 去玩一些越野車 越野車就有些顛簸 我就在想 我開一條平路的時候其實很安全的 但我覺得很悶 我想叫他回水 但是他去到一些很顛簸的山路 有些水淡上上落落很大塵 我就覺得很辛苦很危險很害怕 但是我就是想這樣 似乎構成人生的意義 未必是這麼單純的一個完美的人生 我們有時候可能會故意去追求 就好像在HER的電影 一個完美的伴侶 可能他的完美本身就是不完美的地方 之前是不是羅蘭班有提出 他沒有說過這一句 但是他認為可能和他人建立的關係 其實是一種冒險的 因為他人是他者 是一種我們沒有辦法掌握的東西 於是和每一個人的相處都好像一段冒險 我想他的價值就正正在於冒險本身 是啊 很有道理 我甚至記憶在HER裡面的男主角 突然間所謂的崩潰 因為有一個時期突然間不見了這個AI 原來AI要升級 多幾天 他就哭哭了 這個人之常情 但是最後AI跟他說 我是同時 剛剛跟8千多人 AI是很厲害的 不是對著你一個的 8千多人正在對話 然後每個人都開發一套感情系統 因為我知道他的編號 知道他的性情 甚至我什麼時候會安慰他 那個情形之下 我當時也不是想得很通 就是當那個男主角知道他是 當時在服務著8千多的人 而他只不過是其中一個人 那麼這裏呢 是不是因為感情需要有一些擁有呢 或者是獨佔性呢 為什麼那個男主角 當然電影就說他穿了什麼都返在現實世界裡面的感覺 但是我們純粹做一種討論的時候就是 為什麼我們愛情或者那種特別的地方 那麼需要獨佔或者所謂的專一 這個我估計就是有些演化的理據 獨佔在演化的角度來說是很有好處的 因為尤其是在男性上高 就是在演化上高 紅性不是男性 你獨佔了你的伴侶 你才能夠去確保 那個伴侶所生的子孫是你的子孫來的 如果你的伴侶有多於一個伴侶 就是不知道你的 那麼其實你是不知道他生的那個兒子 是你的兒子還是他的兒子 那麼到底你之後 要不應該投入你的資源去孕育他呢 照顧他呢 那就是一個演化的難題 於是在演化的角度就發明了 或者是演化出一種我們對於獨佔的要求出來 於是其實是為了令我們所謂的演化上的優勢 能夠得以保障 那麼我覺得這是一個演化的根源 但是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就是 人的價值它建基於這個資訊 但是我們可以為它賦予一些不同的價值 最初本來可能是因為這樣 但是慢慢地我們在愛情上高 或者感情上高需要有一個獨佔性 可能就不單純是因為我要確保我的兒子是我的兒子 因為你不用的 你現在不是DNA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有這個獨佔性的說法 可能其實就是對於他人的或者伴侶的一種尊重 我尊重你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 我承諾你 是一種承諾 是一種尊重等等的一些彼此的一些要求 而在AI上 它未必會把握到這些人的尊嚴所作 所以你不去獨佔 甚至你去認識了別人 某程度上對人來說 他們會內疚 他內疚不單純是覺得對那個伴侶不住 我自己的觀察更加都是他覺得對自己不住 就是我自己違反了這個承諾 我某程度上是已經違反了 或者是我自我踐踏了我自己的一些專業 是 我覺得建基於這個演化上高 開展出來的那種獨佔性 是帶有人類的一些獨特的價值 甚至是建構了人的幸福的一部分 這一點我也很想表達一下 就是生物演化的確可以解釋到很多行為現象 包括我們很需要人認同 包括出名 或者有權力欲 或者是號星 這些都是一種生物延續的一種推動力 我們很贊成這一點 但問題呢 有兩點我不是很贊成的 就是第一樣 人類的發展是不是一種所謂evolution呢 是一種生物演化的事呢 還是人類當我們創立了文明或者文化之後 這個生物延續的世界已經不是大自然了 如果用一些資料家說 我們這個世界裡面有第一自然 這個當作是神創造的 或者是大自然的那種情形 但是人活在一個更加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們活在第二自然 我們的建築物 我們的音樂 某些都是跟自然的空間 或者音響有關係 很明顯我們會變成藝術 變成一個偉大的建築 這層就是我們叫量變到質變 就是說這件事情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好像說什麼都是愛情啊 名譽啊權力都是生物演化的 那些alpha-maid的理論 但是它有一個無處就是 將我們人類發展到文明文化之後呢 就等同生物演化 等同生物演化 會不會人類是一個historical 就是一種歷史性 歷史性不是只有記憶這麼簡單 我們會受我們的世界的一些處境反軌 就是我最喜歡說的就是人類的知識 有一個特點就跟動物不同 動物是一種直接的本能反應啊 或者逃避野獸啊 逃避其他的敵人 但是人有時候說為什麼會犧牲啊 要寬容啊 甚至包容啊 這些所謂美德呢 很可能它在這個生物演化的過程裡面 將它喘化了 可能它最第一個階段 剛才說的就是 這個一夫一妻這些可能就是獨佔性的一個優勢 是Eugenic的 優生的 說動物的時候我們都說它任何的行為都為了優生 為什麼那些海獅啊 或者海象童 很多伴侶結合呢 因為它可以獨佔它的基因可以下去嘛 於是就解釋很多喉煌啊 這樣 後宮佳麗三千都是這個原因的 但是我想我們人類有一個普通的很明明的地方 就是我們所追求的那種無限 這部動物很少的 這個無限呢 一方面呢 我喜歡用說 可能我們會有時對這個天地 或者對人類的某些 的政治好 或者未來的世界有種神聖的要求 希望更加好 我們不想歷史不斷重複戰爭啊 我們這樣 另一方面呢 我們人類呢 有時有一種圓滿的要求 我們做一件事 做極都未做完的時候 你會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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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恨不幸福呢 似乎答案總是no 那不夠 那你要什麼呢 你要經歷 是不是 你要經歷過有意義的 現在體驗機又升級了 令你有經歷地快樂 那你恨不幸福呢 我們好像猶豫一樣 似乎這整個思想實驗就是 透過不斷地去滿足我們的直覺 但是我們又似乎未達到幸福 然後幫我們找出差點什麼 我們剛才談的過程當中就發覺有些價值 有些意義 譬如是對於真實的追求 對於自由的追求 或者是對於伴侶 或者是對於個人尊嚴的一種追求 這些東西是在我們人性的一部分來的 可能我們一開始不太察覺 但是當你真的滿足了你其他的物慾那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原來你是未到幸福的位置 我們就發覺原來我們錯過了這些東西 而童沙剛才提出的一點也很好就是 當然我們可以嘗試用一些演化心理學去解釋 為什麼我們追求真實 為什麼追求自由 你可以給它一個理由 但是可能這個解釋只是片面 因為我們人類演化到某一個點的時候 我們進入了文化世界的時候 雖然它有一個來源的意義是這樣的 它的確是因為這個東西而起源的 但是它出現了之後我們可以重新賦予它另一個價值 當我們賦予了這個價值的時候 慢慢不知不覺它就構成了我們對於幸福的一部分理解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我們要小心一點 不要太輕易將一些我們珍重的價值 譬如自由、真實等等 化作一些演化的機制或者一些生存條件 它可以服用這些功能 這些是真實、事實上它服用的功能 但是不等於它的價值 就只是去滿足這些功能 你吃一頓飯的功能當然不是令你飽 但是吃一頓飯的意義 可能是跟你的家人有一些相處的機會 甚至乎可能是我是一種藝術 我要作為一個廚師 這些是建基於基礎以上的一些屬於人類獨有的價值 我認為這些東西其實就構成了幸福 而這些並不是一些快樂所能夠囊括得到 是的 說得非常好 或者我想這麼簡單總結就是 我們人生裏面有多早的問題 之前我們寫的那種討論人生意義是什麼呢? 其實你經過對快樂、對幸福這些分析會多一些東西 但是還有一些比較複雜的概念叫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其實不是只一塊東西 很可能我喜歡用一個negative speaking 當你不是一天到黑打機 當你一天不是尋了性 或者是乳酒或者是賭博 這些我們叫做隱癖 很明顯這些隱癖與我們普通人對比來說 普通人是自由過很多的 有隱癖的人根本就是不自由 所以自由的意思你用negative speaking 就是我們不是說其他人自由 我們都有很多限制但是有程度上 一個吸毒的人他自由度很低很低 因為他受了生物的影響等等 根本沒有辦法超伯出來 好了 最後一方面就是所謂自由 這個概念我們經常說自由意志 不是一般的設定那麼簡單 而很可能是我們個體裡面一種升進 我希望用東方字來講一種自我善化 你希望將自己integrated 或者將自己提升的時候 如果那個人沒有所謂這個要求 他喜歡只是打麻雀啊 嘻嘻嘻嘻這樣 那種原地踏步他又不覺得煩厭 那我有時候這個是個人的抉擇 我們不討論價值判斷 但是只不過我們人類之為人類 總是有比較少數的人 是很想超越自己 超越自己不是就是爬起馬拉山那些那麼簡單 而是說我們很想活得自由 想活得真實 所以我們整次拍攝圖說的真是美 原來說到最後我們人類還是很需要這些東西 雖然我們不太知道有沒有最後的東西 但是這點就是我們的一個初步的結論 2024年7月12日星期五 堅尼地球沈玉輝Patreon YouTube 網站 會員區每天獨家內容摘要 除原家書大長篇 極左比極有可怕 由公然吹奏普京支持習近平在香港平暴的 英國極左議員說起 美麗新香港 細絲極恐 幾個新香港銀行戶口的奇怪故事 會員獨家專屬影片 Simon 回合室 國際前線城武器軍言 第268章 Bad taste 之序 北韓對南韓投擇屎彈示威背後有什麼軍事策略? 國際關係深度平 法國大選對全球啟示 當全球派對本土派取代左對右上集 我的香港回憶保留實為編第38章 上一代的英文名 立即介入堅尼地球沈旭輝Patreon 會員專區 越南完整文章以及會員專屬影片 評估 exhibit 評估 評reg 評估 評估